这不仅仅是一个看日期的日历 它可以是一个免费好用的日常管理神器 更能在旅游的时候执载你的旅游公愿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iPad自带的日历APP 第一个是新建日程 首先可以对你的日程进行分类 我个人喜欢工作相关的事情 翻砖 阅读 运动 复盘 写小说 生活琐碎的小事情一般就不列如其中了 如果想要添加日程类型 点击这里可以添加日历 填写 事项名称 日程的颜色 也可以选择或者自定义 无论想添加多少日程类型都可以调整出不同的颜色 长按单天的时间可以出现添加具体日程界面 可以填写具体事项 添加位置电话 选择事件开始结束的时间 如果是全天日程日历会显示相应的背景色 是否重复或者自定义重复时间 比如我自己每天对自己的要求是阅读两个小时 但是周日是全面罢工的状态 就可以在这里设置频率 每周的周一到周六 周日不选择就OK了 同样自己的日程可以共享给朋友 还有与提醒APP相关联 添加一些备注附件 在我制作出行过月的时候 这个就非常有用 可以在旅游日程分享给同行的小伙伴 旅游地址之间添加直接导航 第二个是调整日程 日历有多种试图模式 日 周 月 年 所有的日程都可以直接延后提前延长 或者缩短直接拖转 或者拖它的变地线就可以了 第三个是设置桌面小组件 日历APP可以变身小组件 有临近日期 月历列表三种模式 临近日程放在桌面 随时可以关注到自己的行程安排 第四个是事项复盘 如果你是一个时间规划团 生活中的每时每刻都有记录 还可以在一天的日历里面做计划和复盘 比如这个是你一天的计划 在一天结束之后 可以回顾计划时间段的事情是否完成 在同一时间段下新建日程 可以实现并列时阶段 这样一天的日程对比就一目了然 但是我对于时间的要求没有那么高 不是24小时全部记录的 我一般只关心今天的任务是否完成 至于我到底用了多长时间工作 或者摸鱼多长时间 并不是那么在乎 所以我通常会在每周做一个小复盘 看这周的自媒体发布 阅读运动等等是否完成 其中的收获或者不足有哪些 每个月会将内容截图 导到GoodNotes里面建设一些批注 同时日历也可以打印 做纸质版的复盘存档 关于打印 如果你是Mac电脑 可以打开日历 选择文件打印 选择打印的时间内容文字的大小 iPad上面没有打印的按钮 可以直接截图打印 第五个是日历与备忘录的联动 在备忘录里面输入时间日期 可以直接编辑日程事项 并渐渐添加到日历 整个日历用下来 我觉得唯一的缺点 它就是没有整体的时间的统计 你只能大概的自己去估算 但是它作为一个系统自带的免费软件 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下次见